Apink炸弹泛动机全民出拢,接经纪公司三阴谋论。 航团Apink从去年6月起就不停遭受死亡威胁,大大小小的活动也都连带受到影响。 嫌疑犯目前都未落网,韩媒Dispatch6日写下一篇报道。 有名字称死亡威胁犯人的粉丝质变,并且清楚会威胁偶像的真正原因。 Apink不停遭受死亡威胁,图资料照记者张一中社。 据韩媒Dispatch报道,他们接到了已通未有来电显示的电话,接起来之后发现一次是Apink死亡威胁嫌疑犯的A粉丝。 但在未肯定的情况下,学问要怎么证明你就是死亡威胁嫌疑犯呢?A叙述了过去曾写下Apink相关的攻击留言外。 也说明了是在哪个网站,以什么样的方式上传。 Dispatch向Apink经纪公司Blend A娱乐确认后,得到是同一个人没错的答案。 于是他们开始访问A,想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威胁Apink。最具体的原因又是如何?A表示Apink是青春女团,怎么能上联谊节目呢? Apink出道以来一直给人青春少女的形象。图翻设字Apink变书。 A指的是Apink在VLive的CH频道中推出的节目。 六名成员分别和不限联业,年龄的男生联谊,但其中有一个人对面做的是经纪人。 非真正在联谊,要猜出究竟是哪个成员假联谊。 只是个节目效果罢了,但A认为Apink是顶级女团。 却跟演员志愿生C联谊,根本就是不同level的出笼,甚至在C面前撒娇,这像话吗? 由于Apink是付费频道,并不能直接公开整段影片的情况下。 Dispatch以文字和部分画面传输大致上的节目内容,可以看见出龙笑的相当灿烂。 一听见年夏男也露出相当喜悦的模样,另外还有聊头发,咬手指等撒娇行动。 但其实那只是在联谊节目上的演技而已。 Apink曾推出联谊节目。 图翻设字Apink CH。 不管怎么劝说,A都不认为那只是节目效果,坚持己见愤怒表示。 你知道我为Apink花多少钱吗?为了FM和签名会花了大把银子,但我一次都没看过,出龙撒娇的样子。 并且指控Plan A娱乐有阴谋论,联谊有两个part,但第二次赛季脚电的联谊都没播出来。 经纪公司在隐瞒不便播出的肢体互动画面,而且出龙很喜欢Z,好像还交换电话号码了。 我对这点感到相当愤怒,Apink可是顶级女团。 A最后向Dispatch提出了要求,希望透过媒体询问Plan A娱乐三个问题。 为什么要推出这种主题,联谊,做节目?出龙和演员志愿声交换电话了吗? 为什么要把鸡脚电的联谊画面删除?是不是他们互为彼此吃东西? A看见出龙撒娇相当不悦,图翻设字出龙IG。 Plan A娱乐对此也正式做出回应。 Pink是已经出道第七年的女团,这段期间展现了不同面的样貌。 A是连业节目,只是新的尝试,连也只是节目效果。就这样而已。 A已经打过好几次电话来公司了,和节目相关的部分都已经说明得清清楚楚。 A就是不相信,这件事情已经全权交给警察处理了。 而Dispatch也在这次对话后将资料全都交给警方,并且希望A能早日被绳之以法。 A虽然自称是Apink的粉丝,但已经与举病且造成偶像伤害及困扰,甚至也已经构成犯罪。 这种心态和行为不管在道德还是法律上都是错误的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